招军初赛正在紧锣密谷的筹备中 在排练现场 我们看到了总制作人黄兴女士 来听听她怎么看待这部作品 招军初赛这个题材也非常非常好的题材 首先招军她是四大个人 然后呢就是我们叫她叫做长江的女儿 草原的母亲和平的使者 就是她历史上的美人多了 那怎么就她被大家给记住了 除了她的美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她把自己的命令和家国 和一些情怀联系在一起 如果招军这个题材在今天来演绎 谁的演绎它会更具有特殊性 然后更代表东方美 我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玉刚的一种表达 还是她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的各种故事 还是后来我们一起 邀请到这个叶锦天老师 一起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来 还有方文山老师 还有常识雷老师 你想想这几个人 就都很东方对吧 完了以后 都传达的是一种东方美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都是男性 都塑造的是一个美人 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 这次的服装非常有特点 非常有特点 就是叶老师他在这种服装的设计上 可能突破了大家原有的 对匈奴 对汉服 或者说就是对一些传统的 一些服装的一种设计 举个例子汉元帝的服装 他这次等于就是说 他有一圈龙盘在他身上 是立体的盘 一方面他觉得那个龙 他是一种皇上的符号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皇上也会因为这个东西 被框住或者被限制住 还有很多寓意在里面 李刚刚的服装这次造价也非常高 非常的高 他临次大会的那个投饰 全是香的石化露石器的水晶 修花碧月 沉鱼落雁 这次的音乐 就是实际上主题曲是尝试一些 那个词呢 反正是中间也是改了好多遍 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些其他报道 也能看到 就方文山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李刚折磨得够强 李刚刚就能折磨每一个人 那对戏 就很多的细节吧 他就是还是非常追求完美 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能做最好的修改 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改 但是你知道这个各个工种 各个部门 就会要配合这种修改 而这种修改 约到后边 讨合成阶段 不管是音乐还是什么 就是包括他身边 在进行这个剧本啊 包括台词啊 这种进行调整的 你能做到什么的 反正他希望追求的 已经都完美了 或者是尽善尽力 尽可能的少留遗憾